考试的时候像他一样 这么厉害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产品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轨转过去 知名的百万YouTuber啾啾鞋 以自己制作庞氏骗局案件影片 却是业配能量影的轨转做法 说明网红业配的四大类型 自然型、反差型、轨转型及插入型 这是由台北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中心 推出的网红流量拓销主题梅合会 在网红经济崛起的时代 协助台北市中小企业 仍无痛进入数位领域 台北市97%的企业模式 是所谓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传统的中小企业 他们在进入跨境电商这个领域 在进入电子商务的领域 甚至是数位转型这个领域的时候 其实面临着很多的困境跟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长期以来跟我们工会这边 跟我们所有很多好朋友们 一起来合作 就是希望可以协助我们这些 传统的产业们 这些中小企业们 他们不用去走冤枉路 不用去摸索 探索太多的时间跟成本 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领域 被归类为知识型YouTuber的 啾啾鞋 也以自己十年来创作经验强调 业配人成功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与观众粉丝 及厂商间的信赖 当今天厂商跟我们之间有互相信赖 然后授权我们创作自由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跟观众 跟粉丝之间的信赖 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观众 粉丝产生行动 去购买或是去对这个厂商 这个品牌有更深的认知 台北市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表示 台北市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上 有三大目标 全面化、简单化及产业化 希望透过商机梅河系列活动 将低企业进入门槛 也为专业服务商创造更多机会 扩大服务量人 第一个就是全面化 我们希望能够涵盖各个面向 去协助我们想要进入数位领域的 这些中小企业们 这些产业的伙伴们能够得到协助 再来就是简单化 什么叫简单化 你来到一个地方 我可以一条龙的能够帮大家服务 所以我们中兴这边 其实就有提供非常好的 所谓的健檢的服务 顾问的服务 那最重要的 它都是for free OK 就是协助大家 就是站在一个前辈的角色 去协助大家 能够快速的能够去转型 那当然未来我们希望 能够发挥台北市的优势 让它变成一个产业化的聚落 除了网红经济外 台北市跨境电商裁判 中心后续还将推出 抢工欧美市场 进驻亚洲市场商机 煤盒会 希望邀请专业服务商 共同参与 提供企业在进驻 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的 专业建议 协助提升 跨境电商 运营力 争取海外市场商机 也促进台北市的经济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导